口罩不能任意拖 大眾運輸 禁飲食 不過隨著疫情趨緩 往後又能在雙鐵上吃便當啦 3月1號開始搭雙鐵客運 或船舶飛機 只要臨座沒脫口罩 就能吃東西 他們可以在車運距裡面 在維持社交距離下 可以禁食飲食 車上能吃能喝方便許多 但防疫規格夠不夠力 民眾看法很兩極 還蠻方便的 如果說搭比較遠的話 就不會說肚子很餓之類的 既然這樣子 保持很清潔 大家都習慣了 我就無所謂了 就還是不要吃比較好 除了陸運交通 指揮中心也宣布 全面取消離島快篩 3月1號開始 旅客往返離島的五個機場 兩個港口快篩站 通通都會來做停用 除此之外 大家也不需要再填健康生命書 離島往來免篩檢 口罩規定也跟著放寬 包括運動拍照 露營主持演講教書 可以不戴口罩 唱歌則還要再緩緩 至於宴席 開放逐桌敬酒 賣場超市也能試吃 台北市 新北市 還有另外桃園跟高雄 只有例外情形 可以去做探病跟探視 制度以外的其他縣市 就開放 不管是探病或探視 要完成第三季 3月開始 全面放鬆防疫政策 但指揮中心強調 得小心評估走穩每一步 學習與病毒共存 卻也不能輕率大意 近期新聞 吳慧珊 蔡茹如藏博報導 超市民 並不詳細 吳慧珊 吳慧珊 請 提供